那么好,第二种巨大异物说有可能吗? 就在此时,一个当地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原来在波斯腾湖的西南区域有一大片的沼泽地 对于当地人来说那是一片令人恐怖的迷魂镇 经常有牛羊误入其中,最后神秘消失 不知所踪,而在高大茂密的沼泽当中 还长着一种罕见的宝物被当地人称之为地宝 村民说了,没准这片充满神奇色彩的奇幻之地 就藏着破解水怪之谜的关键线索呢 于是乎,科考队决定前往那片水域一探究竟 很快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 这就比刚才我们看到的芦苇粗多了 确实挺奇特的 它最边这个更粗 对,它最边的更粗 科考队员后来才得知 眼前的这种神奇的植物 就是波斯腾特有的巨型芦苇 名叫波斯腾大尾 据当地人说,在这波斯腾湖畔的湿地里边 长有数千亩这样的不同寻常的芦苇 根据专家的测量 这种波斯腾大尾的高度超过了4米 直径接近3厘米 高度和粗壮程度,那都是普通芦苇的两倍以上 紧接着,科考队找到了当地人口中的地堡 在处理条找的时候呢 它就自然找到一定的时间 裂开口了,里面的空气进去了 它就开始开盖 要是没有空气,它轻易不会开盖 经验丰富的向导 一点一点将表层的泥土扒开 很快地堡便露出了真容 这么大,一公斤 那么这个地堡究竟是什么呢 看上去像是某种菌类啊 那它的真名又是什么呢 没想到一番调查之后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原来全世界已知的实用真菌超过2000种 但是这种巨型生物不属于任何一种 专家推测,这有可能是尚未被记录的某种生物的变种 大型芦苇,巨型蘑菇 它们的个头啊都比其他地方要大很多很多 这不正印证了巨大异物说吗 看来这个博斯腾湖啊还真是有一点不同寻常 事实上有生物学家早就提出过巨型生物圈的说法了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曾经发现过一些巨型的生物 而要维持那些超大动物的生存呢 你就得让它们吃饱啊 那就很可能需要一系列的巨型的植物 或者说巨型的昆虫来配合 这样一个巨型的生物圈就建立起来了 如果说把这个理论套到博斯腾湖的话 那么水边有巨型的芦苇超大的蘑菇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里就有一个巨型的生物圈呢 那么相对应的水中存在着巨型的生物 似乎也就变得十分合理了 当然了这一切都只是推论啊 想要最终盖棺定论 咱们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来支持 科考队决定从这里的土质开始调查 专家介绍 湖底的这种淤泥呢 被称之为泥炭 尽管泥炭富含有机质 营养丰富 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但是这样的泥炭在大部分的湖泊 湿地沼泽当中都有分布 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因此泥炭应该不是波斯腾湖区生长高大芦苇的主要原因 如果泥炭土质不是破解谜题的关键 那么还会有什么可能性呢 专家猜想 这里的巨型芦苇和蘑菇都是在湖中和湖畔发现的 那么这会不会与波斯腾湖的水有关系呢 比如说会不会是在湖水当中含有某些特殊的元素呢 使得这里的生物在生长过程当中发生了异变 随后专家决定对波斯腾湖进行水样分析 波斯腾湖的水 蛋林甲的含量现在偏高 它们别的湖里面的蛋林甲的含量低于波斯腾湖 数据显示 在波斯腾湖的湖水当中的蛋林甲的含量比其他湖泊都要高 而且高出了两倍有余 而蛋林甲那都是植物生长必须的养分呢 蛋可以促进植物细胞的分裂和增长 甲能够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 磷呢 能够让植物长得更加高大粗壮 也就是说波斯腾湖畔这些异常粗壮的芦苇 并非是什么奇异物种 只不过是普通芦苇 在吸收了水中高浓度的蛋林甲之后长出的粗壮植物 也就是说湖水给它施了肥了 而湖岸泥地里的巨型生物地堡也有着相似的成因 难道说波斯腾湖水中的巨型生物也是因为吸收了水中高浓度的蛋林甲而变异来的吗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蛋林甲等元素和水分子结合呢 就可以被植物吸收 但是它们要想进入动物体内并产生作用 还需要转换成离子的状态才行 这个说的就有点专业了 简单的说吧 就是湖水中的蛋林甲是不可能直接导致动物的形体变大的 也就是说波斯腾湖所谓的水怪应该是另有原因 那么究竟会是什么呢 那个原因 波斯腾水怪的终极秘密又会是什么呢 咱们下节揭晓 下水捕捞意外发现 能否解开湖底秘密 特殊地形独有气候 成为解密关键线索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